黑那Sonic台北城市路航 最重要的是今天幫你設定的目標 就是全程不能停下來 你知道這台車是什麼嗎 你還有特別停下來的話 我們直接懲罰 你就要懲罰 怎麼沒有東西 起初考驗來了 該面對還要面對 今天的時間是9月10號 我們要來參加黑那Sonic台北城市路航 等一下的路線 我們會從總統府出發 不要想睡 臉拉一下 我們等一下從總統府出發 一路要跑到新增高架橋底 都圓山的建台 在折返 青年活動東西 200 兩年前有跑過 兩年前的心得 當時候 跑到感覺 我印象中好像是不太好 我覺得 那個時候跑到快脫水了 而且 拿那個時候照片出來看 我覺得這裡還多一圈肉耶 很可怕耶 還是有變啦 唉唷 所以今天應該跑起來 會稍微 輕鬆一點吧 一點 因為我認為我們規劃這場比賽 算是為你參加台北馬拉松 之前的一個小小測驗 那這場比賽其實只有12.5 應該算是一個非常好挑戰的距離 而且 距離台北馬的時間 大概還有超過100天以上 沒有沒有 好像99天了 99了嗎 對 這麼突然 好像是 不過我在記耶 好吧 那我們待會就準備稍微 熱身動一動 然後 往那個起跑點 往前擠一點 畢竟我們今天不能跑太慢 最重要的是今天幫你設定的目標 就是全程不能停下來 我覺得好緊張喔 我很怕中天會有點 會想要休息一下 沒有 我剛剛跟你講 你剛剛還先去廁所 等一下你很有可能 就是用這種 要去廁所的理由 跟我說要站起來 不會啊 我剛剛就一直去上了 就是不想停下來 等一下如果 過程中 你還有就特別停下來的話 我們直接懲罰 又要懲罰 直接懲罰了 所以盡量不要停下來 一次完成 沒有人跑步中間一直停的啦 不要說是起初考 其實 我為這場比賽 也是天天早上 差不多六點就起來跑步了 大家都有看到嘛 對 我應該 可以比去前年 跑得還要好很多啦 看我們的背景 總統前面 這時候應該要再唱KTV才對 對啊 已經唱完出來 準備散場 要去吃一點熱食的感覺 吃涼麵吧 我們就在 對 第一起跑點應該 一百公尺了 差不多 以下人的目標 我們 希望可以用七分到八分完成 畢竟 去年你的成績是 一百分嘛 好像九十六 九十六 印象是九十六 這場比賽的關門時間 是兩個小時 所以再怎麼樣 也不可能到一百二十分鐘 那今天目標就是大概 抓七分到八分完成 剛好有配速練習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看到 那如果真的沒有 我們就自己跑 十七分了 我們快開始了 抓到三分鐘 七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新年快樂 四 八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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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左邊一點 現在的天氣是滿舒服的 對啊 終於變得比較涼一點 你早上騎車出門會冷 是冷耶 要穿外套 第一公里 六分 五十一 我這六分五是四秒 不錯耶 七分數耶 跟你報告一下 如果你可以用七分數完成的話 完成時間大概會落在八十 八十五分鐘左右 好的 要上橋了 跑到金山南路 準備上新生高架 好的 這是第一個上坡考驗 還是稍微在這邊 要稍微 小碎步一點嗎 控制配速度 控制配速度不要太快 好的 要進 目前我們已經跑了第一公里 1.6K 現在的配速 剛剛風機所待的第一K是六分五十幾秒 如果跑在七分數 就有機會 可以在 12.5K破他自己的最佳成績 當然第一個考驗就快來了 上坡 看到目前的動作 好像還滿有機會的喔 下巴內身不見差很多 嗯 有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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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狀態感覺還不錯 小心那個貓眼石喔 可是攝影師好像快不行了 加油 大家 前面的人海 密集恐懼 日馬在動 慢一點慢一點 慢慢講 不用太快 小步一點 可是我剛剛在平路 我們都被一堆超過 現在已經上坡 看起來追回來了 有喔 大家報告 跟我們所在 這座新生高月條的三條路段 超越了一百人 這麼多嗎 重點是 我們萬眾期待 眾所矚目的 蘋果吸打登場 嘿嘿嘿 又停產了 只能在我臉上看 你知道 第二K 七分零五 還不錯耶 七分零五 剛才這座上橋 所以配上來講還可以 但因為現在 上坡完 會稍微比較喘一點 需要一個恢復期 所以你就稍微調整呼吸 不用回答我 我來幫你跟大家主持就好 目前跟我們所 12.5K的距離 已經進行了2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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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還有10.5K的考驗 但這邊 接下來 欸欸欸欸 等下接下來的考驗 在後段 折返處的地方 還是會有小小的上跳波 好的 第三K了 7分03 欸你配速其實蠻穩健的 我們剛剛 第一公里6分50幾 第二公里7分長 第三公里7分03 可以耶 有在進步喔 希望撐得到最後 怎麼會不行 你今天可是有神裝備加持 我現在穿的這雙 是OND CLOUD STRUTTER第三代 這雙跑鞋依我的角度 會認為是一雙很適合平時 當作日常訓練鞋使用 在它的中底反應 以及推進感受上 在週間的低強度長距離訓練 或恢復慢跑都非常合適 不會過度Q軟塌陷 還能兼具適中的推進感 在我的有氧慢跑大約5到6分數之間 他很能勝任這樣的配速 但以這樣的強度來說 就非常適合拿來當天母風低鎖的比賽鞋款 我到前面有東西 蛤 欸 怎麼沒有東西 你拿到空杯喔 空 對啊 沒有空 確定不動 還要不要 後面運動一定要來 不用 丟 丟 好 我等一下火急再喝下去 對 就好像拿到被空的 嘿 嘿 給你放不低 抓我 可以耶 現在3.5K 過了四分之一 你現在感覺好像還滿輕鬆的耶 我不敢說 我們才跑了26分 哇 好快喔 又有廁所了 看起來好誘人喔 想停是嗎 想停 但不能停 你就停一下 不要 大家很想看車嗎 不是不行 你越期待 加油 這越讓你看不到 對 水灘到了 往右前 往右前 要先吃嗎 往右前 先吃啊 往右前 拿水往右前 切進去了 不要等了 切進去 丟掉果椒 丟掉果椒 這個背景 這個太陽 晶片通過了 來 壓 哇 我們現在跑了 6.3公里 彭底佐 目前 進行時間 44分鐘左右 距離 我們目標 它可以90分內完賽 還有一點點機會 但希望後段它不要調速 因為前面 大家大概都配在 7分數上下 其實比預期還快一點 但我覺得它今天狀況還不錯 待會後段我會注意一下它的補給 畢竟流汗流很多 它衣服已經全濕透了 後段就真的是考驗開始 因為太陽已經開始上升了 好啦 我要繼續追它 第7公里了 726了 7分26秒 7分26秒 上坡太長了 好好好 所以各位上坡 對 但你現在真正的考驗開始 是太陽出來了 還好還好 所以這一段開始是 會感覺上比較 體能流失快一點的這一個路段 這一個月以來 每天都差不多 比這個再熱個10度 再跑 再訓練 唉唷 的自信是很好啊 但你看你可以堅持多久 堅持到最後 你這樣這台車是什麼 不關我的字啊 10k 六分三十五 要在加速哦 現在10K跑完70分25秒 70分25秒 所以我最後2.5K 如果你真的都跑7分 14分鐘再加3.5 1.5K 2.5 現在不是1K 10K 現在10K 跑到誰這麼輕啦 下坡了 這體好小喔 跑比你還快 他中間還加入了 屁啦 摩承人 加油 他好像坐捷運來的 他很強耶 姊姊加油 好 你平常都有路跑賽喔 所以這不是第一次跑 哇太強了 叫學長啦 學長學長 學長請你破棚 不是我在拍你一直吹不過 好弱喔 你很弱 加油 你實在太弱 小屁喔 這差不多讓你 我還沒到終點啦 好啊 看你的 現在是10.9公里了 目前的進度 你不要搞 你不要搞 有機會90分內喔 我都可能聽腳喔 有機會90分內 他剛剛的配速都抓到7分數左右 目前 只要在一樣7分數完成 就可以90分 但最 覺得鼓勵的是 前面那個弟弟 超小的 替你追過他 看起來應該國小一年級要 到終點前就會追到了 11K 6分42 有 有 有在加速喔 剛剛那段下坡幫了很多忙 現在正下1.5公里了 現在是17分20秒 我們就抓到1公里7分數 等於24分 你有6分鐘可以跑500公尺 我覺得應該是綽綽有餘 現在目標一定不是90分而已啦 是多少 是那個弟弟阿 弟弟又不見了 我現在大概跑了多久了 11K阿 現在多久 67分 77分 77分 你追過了 追過弟弟阿 快點 快點 87分阿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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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所有選手都不要讓你阿 快點 快點 加油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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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起來 快點 耶 賭最佳成績 耶 上一次應該是90幾分 快100分吧 印象中阿 對 沒錯 今天是完賽時間 應該是87分左右 很好記阿 不能再高了 對 但今天的完成均速阿 12.5K總共是平均配數7分左右 其實滿厲害的耶 比我預期的成績還快了一點 因為你的訓練都給我跑八分 八分半 我都看手錶建議啊 那種初學者的建議 那你今天哪一段算是你今天整體當中覺得最有難度 最有難度一定是那個 要折返六公里的地方 那個上上下下的那個麥當勞坡 就是到圓山折返 持續先一段長上坡 然後下然後上 然後下又上 然後就虐腿 我覺得也算是你追過很多人的一段 因為其實上坡 可能你有偷學一些技巧 這上坡的時候可以很明顯看到 我覺得很受用 我拍起來都看得到你可以超過很多人 小碎步 比較印象深刻的就是最後這一段 你跟一個那個小弟弟 那個弟弟太強了耶 他應該是不知道什麼叫做累 一二年級而已 我覺得不到 有可能 他神經還沒有發展期間 他不知道什麼叫痛苦 然後他就是跑得很輕鬆 可是很快 你就最後跟他拉扯 還是有贏過他 因為你有蓄力嗎 他有鬆懈 我看你最後那一段衝刺 真的是卯足全力啊 剛好旁邊的一些 就是姊姊們 姊姊也在獨處我 就開始吹了 好沒錯 我看你超難 沒錯 我覺得還不錯 整體 我今天給你的這個起初考驗 大概可以到85倍的評價 我覺得還不錯 感謝 真的是有在認真訓練 今天這場比賽真的還不錯 我們接下來 持續訓練 台北馬拉松 我們已經剩下不到100天的時間了 接下來這段時間 我會持續 接下來也會邀請大家 繼續督促天母鳳居所 大家可以follow他的Instagram 他每天都會上傳他的訓練紀錄 當然那個時間 我是覺得都蠻短的 所以 你現在是訓練服時間好不好 我真的都是有照那個 手錶建議的課錶在練的 練百拍 練百拍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都有認真 好啦 你對於台北馬拉松的這個半程馬拉松挑戰 你自己覺得現在信心程度大概到什麼 大概七成 七成你已經覺得你七成可以完成了 可以跑完 不停腳 可以跑完可以不停腳 但是 能不能在自己設定的目標之內 我覺得 還有得拚 好啦 至少今天12.5 全程不停腳已經是一個開始 接下來我們就會持續訓練 來迎接 年底的台北馬拉松賽事 最後還是要感謝我們今天的贊助商 Aung 這次提供了我們這雙Aung Cloud Strutters第三代 那這雙跑鞋的定位呢 算是比較緩正 但是它又可以給精英選手 在平常訓練中來著用 那像是一般比較初階的跑者 對於成績有要求的呢 也非常適合 所以這次在Tipfond所挑戰這次 起初考驗的時候 我們就選用這雙Stutter3來帶著它 跑到終點 那這雙鞋的特色呢 就是它可以帶給你很好的緩震感受之外 它裡面搭載這個Speedboard推進板 還是可以帶給你很好的推進感受 可以說是應該 兼具舒適的腳感 但是又不過度的暴力推進 但是是一雙讓你會感覺鞋子有幫助你前進的一款選擇 我今天穿這個Aung Cloud Strutters三代 我覺得穿起來整個就是很適合我這種很重磅速的跑者啊 那加上我自己也是初學者嘛 但我覺得其實它除了有一點緩震 然後也足夠推進 但是不會覺得好像推的 跑得很吃力 或者是跟不上腳步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其實它讓我 膝蓋不會過於負擔 然後我覺得跑起來很舒服 走路也很輕鬆 重點是它讓我不停腳啊 唉唷 最近如果你是一個初階跑者 但你想要找一雙可以有不錯的緩震能力 又可以拿來比賽使用的話 Aung Cloud Strutters 3 其實也是一個可以很好選擇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起初考驗就要這邊結束囉 我是劉淑堂 我是天堡風力手 喜歡我們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也非常感謝Aung贊助這支影片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